你聽的是SBS電台廣東話節目 立即登入sbs.com.au forward slash Cantonese 瀏覽最新的新聞資訊 又來到今個星期的一個專訪 今個星期我邀請到Doris 和你打聲招呼 早安 Doris 早安 Peggy 我知道你其實都來了澳洲一段時間 不如和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會來了澳洲 我們其實一直都沒有想著移民 其實一直在香港都生活和工作都很多年 直到有了兩個小朋友之後 他們入小學了 讀書了 開始就有和老公談過 會不會有機會移民呢 原因是因為他們在香港讀小學的時候 就是讀一些普通的傳統的學校 因為我也覺得其實他們不需要特別要讀 要付錢的學校 因為我們小時候都是這樣讀普通政府學校 但是我就發覺在香港讀書好像 好像不是太適合我兩個小朋友 所以我就有想過會不會有機會移民呢 尤其是因為前兩年其實都越來越多 有小朋友的朋友走 變了有這個想法 後來是一個機緣巧合 我老公就申請了移民過來澳洲 也都很幸運 很順利的我們就過來 知道你有兩個小朋友 在香港已經在讀書了 其實兩個小朋友現在多大? 現在一個grade 3 一個grade 6 你們其實一家人來了澳洲有多久呢? 我們其實不是很久就來了 我們前年9月來的 現在數手指來了一年半左右 嗯 來了澳洲一段時間 其實我感覺上我認識的你 其實都很適應本地的生活 其實一家人 尤其是兩位小朋友 是不是都很適應澳洲這一邊的生活呢? 其實我們算是很快適應的 我自己因為我都很喜歡接受新事物的 所以我又不覺得我們離開了香港 去了另一個地方住是一件很難過的事 還有我們全家其實是未來過澳洲 接著就移民過澳洲的了 嗯 但是我們都很幸運 遇到的每件事啊 遇到的人呢 其實都是很順著我們那個路向 或者是有些其實不是那麼順利的 但我也都不覺得是些什麼東西 那很快就遇上了這樣啦 嗯 剛才一開始呢 你提到呢 覺得兩位小朋友在香港讀書的時候呢 就覺得不是太適合啦 那來到這一邊 兩位小朋友在這一邊讀書啦 升學啦 又是不是覺得舒服很多呢? 適合兩位小朋友的個性發展很多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呢 香港我所謂的不適合呢 是因為我兩個都是兒子的 那其實兒子呢 真的是很活躍 他們是很需要動的 但是呢 尤其是我那時候 我大兒子一升上小學呢 他回到來其實是會有哭的 接著他有跟我說 他很不開心 因為他說回幼稚園的時候可以到處走 但是回到小學就很多時候都要坐定定 然後小學 可能去洗手間跑 接著又被人罰 就是說他講了這些這樣的東西給我聽 我就覺得很傷心 我好像覺得 為什麼他讀書會有這樣的感覺呢? 都沒有去到說功課多啊 學業是一個感覺 他好像覺得在香港 經常都不讓他動啊 一定要去坐定定 後來我就自己做一些研究 都發覺其實在香港讀書 可能比較靜啊 文靜啊 或者女孩子會比較適合 但是男孩子呢 除非我去選私校啊 或者直知是男校啦 否則如果是普通的學校 他們男女混合教育的話呢 通常男孩子都會是比較定性為 可能頑皮啊 不聽話啊這樣 因為其實他們本性就是喜歡動嘛 所以如果你問我 他們過到來澳洲 那當然是很開心啦 因為他們第一天上學 第一個星期上學 年輕人已經回來跟我說了 說這裡可以動動一下 你想想他是很強烈的感覺 他就說可以到處跑啊 上課都不一定要坐定在椅子啊 有時坐在地上啊 老師說喜歡站在那裡聽又可以 就是我覺得對一個小朋友來說 學習的環境是不是有一個壓力 都已經差很遠了 嗯 似乎兩位小朋友 來了一段時間都非常適應這邊生活了應該 都適應啊 我覺得 起碼他們每一天上學都是很開心上學 很開心放學 那不需要說要求他們上學啊 沒有啦 完全沒有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他們很適應這邊的校園生活 嗯 那我相信呢 就是家長來講 作為家長的你呢 應該是最開心就是見到兩個小朋友可以 就是開心地成長啦 那我們講完小朋友呢 不如也講一下你之前的工作啦 我知道你麥克風和我分享過 你以前在香港其實都是從事一些 藝術創作的工作啦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之前在香港的工作是做些什麼的呢 嗯 其實我在香港讀大學的時候 我是讀fine arts的 那之後再讀上去就讀文化研究的 除了可能做藝術教育之外呢 其實打喉我的工作是主要做行政的工作的 那我是做過博物館啦 也都做過私人的畫廊啦 還有一些商業機構的藝術項目 我也做過的 那其實全部都跟藝術教育是有些關係的 因為無論現在就是在香港的環境呢 因為文化產業現在都越來越蓬勃啦 那有很多不同的博物館建了啦 那所以都需要我們這些背景的人去裡面工作啦 那其實我最近這十年八年的工作 我自己覺得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在一個發展局旗下的活化項目那裡工作 就是美河流青年女社裡面的美河流生活館 是關於一個香港的公屋歷史的一個博物館啦 那裡面我就是主要管理的那間博物館啦 那其實搞不同的活動給一些遊客啊 或者一些舊的居民啦 另外就是可能有一些 和那裡的社區有些關係的社區活動 那我都會搞啦 那未必是真的和一般人所說的純藝術是很有關係的 但是我經常會將這些可能藝術的創作 加了進去的活動裡面啦 那另外就是我在中文大學的文物館都工作過的 那裡面其實是一間好像古董的博物館那樣啦 我都是做藝術推廣的 藝術的教育推廣啦 那其實就是這類型的工作 令到我其實接觸了很多不同的人的 包括大人、小孩、老人家 那我都會接觸 那這個是我離開香港之前的一些工作的背景 其實來到澳洲 尤其是我知道你一家來到墨爾本 就是比較多文化氣息的一個城市啦 那來到澳洲 雖然你要照顧兩個小朋友啦 但是我知道你都開始在澳洲 想發展有關藝術創作的一些工作喔 是啊 其實呢 你說得很對啊 我們其實當初申請到來過來澳洲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們都會選去哪一個市場 那我和我先生一談 我就說我是很想來澳洲的 因為澳洲呢 大家都知道他的文化的氣息是特別強烈 還有他有很多伯物館 很多藝術館在那裡 所以我自己就會直覺覺得 除了我丈夫容易找工作之外 我應該都不是太難可以在那裡找到類似的工作啊 這樣 我有過這樣的概念的 但是一來到呢 你都說得對 因為我其實也是要照顧兩個小朋友 因為以前在香港做事呢 是有工人醫醫可以幫我們 手分擔了一些家務 但是來到呢 就沒有的 就要一腳踢啦 就是還要房子大了這麼多 又有家務又要煮飯 所以我自己在找工作 就是最初我來到是想找工作的 在找工作的時候呢 都遇到很多難題的 第一就是那個上班地點啦 第二就是上班的時間啦 就是這兩樣東西 在我找一些工作的時候 都覺得其實選擇不是太多 另外就是其實我選人而已 別人都選我嘛 我其實遞了一些應用 去某些的 我很想進去做事的博物館 但是其實都是沒有回音啦 那我就會想 會不會有其他因素 其實我的背景 都不會對這裏的博物館來講 這麼吸引呢 還有我也都沒有開始有 任何的本地工作經驗 所以他們都不會當我過往 那十幾二十年 做這個文化機構的工作經驗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好處 所以我其實一直都沒有收到 有任何的回復啦 然後我又那時候想著 再想一下有些什麼做一下 因為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工種 我都可以試一下的 最初想著 剛好有一個朋友 她有一個女兒 就想學畫畫 吃飯的時候就跟我聊開 她就說 其實如果你現在都沒有特別的東西做 不如試一下教一下畫啦 可以教一下我的女兒啦 還有她說因為她女兒 都是剛剛來了 無奈 都是喜歡用廣東話和人溝通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可以試一下 其實用廣東話教畫 可能這裡都會有一個需求 那我就試一下 但其實我在香港都有用 有教過畫啦當然 那時候也有教過一些國際學校的學生 都是用英文去教畫的 只不過是這邊 其實語言對我來說 不是一個什麼問題 用什麼語言 中文英文去教畫都沒有問題 但是來到 其實好像找了一個機會去認識一些新的朋友 尤其是這些朋友 無論是她媽媽自己想學畫畫 小朋友想學畫畫 他們都是因為喜歡藝術 所以我就覺得 那挺好的 不如試一下吧 又想不到朋友介紹朋友 現在都叫做有十幾個學生 一直跟著我 接近一年 那我都覺得是很開心的 因為沒有想過是會可以這樣 因為我在家裡教畫 那其實是不是大部分 不同類型的藝術班 你都會去搞呢 其實呢 因為我自己 以前在香港讀書 還沒說入大學的本科是讀純藝術系 我其實很小時候 我過了生的媽媽 她很小時候已經給我去學畫畫 我四五歲已經跟一個老師學畫畫 那個老師是一個雕塑家 我長大之後才發現 原來她是一個香港很著名的雕塑家 我小時候不認識的 不知道原來她的背景這麼厲害 直到我入大學 然後讀書才知道 原來這個叔叔是一個雕塑家 但是我的意思是 我很小時候就開始學畫畫 一直跟那個老師學學到中學 中學的時候就很努力讀書 希望將來大學有機會 可以讀到自己喜歡的科目 後來就很幸運 我就入了大學讀藝術系 所以我自己呢 那個藝術的訓練都其實挺闊的 除了畫小時候從兒童畫開始 又學紫黏土 然後又畫素描 用木顏色掃描 用原筆掃描 原子筆掃描 然後到入到大學 因為我們讀書的時候 中國媒介 西方媒介都要學 攝影也要學 很多樣東西我們都要學 而且到你畢業的時候 你還要選幾科 可能要讀得專門一些 我自己比較喜歡的是西洋畫 還有做陶瓷的 一些黏土類的創作的 國畫呢 其實因為它有些技巧上 是跟西洋畫裡面的水彩 是有一點點類似的 而且這些水彩 國畫呢 它們都是水性的顏料 因為我始終現在在家裡開班 所以我就會比較想用少些 花學品的顏料在家裡開班 因為始終那個呼吸會好些 如果我用可能油彩 那些要用揮發性的東西去畫 那全屋都會有一股味 所以剛才很好 你說我做了一個網頁去講 說我教這些一班 其實除了國畫 水彩之外 我就有用這個Polymer的Clay 去教一些人做飾物的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一些 比較容易在這裡買到的工具 所以那些人學了 我都期望他們可以在家裡 自己畫一些細小的畫 做一些飾物給自己 所以我就在今年年初 就起了自己一個私人網頁 就將自己想提供的服務 或者想教的班都放了出來 其實組織這些班 除了真的學藝術之外 其實也都可以團結到 這裡的香港人 或者廣東話的社區 如果你用廣東話班來教的時候 最後還有少許時間都問一下你 剛才一開始訪問的時候 你都提到了 來到澳洲其實都很快就適應到了 那有沒有一些適應本地生活的一些提示 給一些新來澳洲的移民呢 我比較一下 有些朋友他們已經二十多三十年前 移民過來澳洲 他們說回他們以前的生活 和我們現在就真的很大分別 因為現在資訊真的很發達 你打開Facebook、IG、 用WhatsApp群組 都已經可以聯繫到很多跟你 就是同背景的人 大家都說廣東話 看繁體字的朋友 就是很容易去認識的 我經常都覺得一定是要開放的 而且你一定要很主動 你主動的好處就是 就是朋友都會很主動想接觸你 但是如果你是很被動 別人去玩都未必會叫你 所以我覺得如果想盡快融入 就是要主動 如果你一主動 主動加入一些群組 群組裡面有活動 你合適時間就主動去參與 而且其實生活上有很多這些 有些香港人的雜貨店 你又主動去駕駛車去看看 不要每次網上買東西 我覺得所有東西你主動一些 其實整個世界已經不同了 因為我自己就是用這樣的態度去做 我覺得我都認識到很多新的朋友 都是講廣東話 大家都是有些事情 是已經會約出來吃飯 也都會跟一些學生的家長熟了 因為每個星期都見 有時候除了每個星期見之外 我又會約一下那些家長出來吃飯 因為大家的小朋友如果都回了學 大家那個時間都會有空 主動一些又約出來吃飯 我覺得久而久之 朋友覺得你是主動的 大家都會預約你一份那些東西 所以有一個這樣的背景 很多事情都不用太害怕 因為你有朋友 你有問題 你就找朋友求救 就是這樣 希望各位聽眾 尤其是新來澳洲的朋友 真的可以主動多些 自己出去發掘一些興趣也好 其實找到興趣也找到 多自同道合的朋友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 今集的時間又來到這裡 多謝Doris今次接受我的訪問 想收聽更多節目內容 使用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Podcast應用程式 繼續收聽 多謝Do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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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Doris